儿子死在妻子所在的学校 打电话通知他 他却在给初恋的孩子补课 他怒骂 他本来就是个坏孩子 活在这个世界上浪费空气 死了才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当知道所有真相后 他痛哭流涕 可是早就晚了 儿子死了 死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小巷子里面 是周围的行人发现了 把他送到医院 可是等我急匆匆赶到医院 儿子已经来不及跟我说一句话了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在我面前闭上 不管我怎么哀求 他却再没有给我任何反应 我守着儿子的尸体 感受着他的尸体慢慢变冷 打开那封信 信上只写了一句话 妈妈会表扬好好学习的人 我考了第一名 妈妈肯定会喜欢我的 儿子到死都在期待母爱 将那封信紧紧攥在手心里 压根舍不得用力 这是儿子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妻子柳如烟 自从他的初恋周浩回来之后 再也没有去回来过了 只要我给他打电话 一定会听到他不耐烦的声音 可是他不知道 每一次 我都能听到身边男人的声音 我心痛难耐 可是却不忍和他分开 我心里一直很清楚 老婆很嫌弃我的职业 毕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队队长 自然是不能和开公司的周浩 相提并论的 可是我们已经有儿子了 他哪怕在外面玩得在花 最后还是会回来的 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提前一天我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放学带着儿子一块回来 我在家里给儿子布置生日 他明明答应我了 为什么结果是这样 我全身瘫软 坐在地上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净了 眼泪砸在手心里 烫得生疼 我给老婆打去了电话 儿子死在学校这个事情 我只想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话响了很久 最后终于被接通了 可是我没想到 刚接通就听到 对面稚嫩的声音 我喜欢刘老师 刘老师你做我的妈妈好不好 听到电话对面 传来欢声笑语的声音 我一把擦干净眼泪 咬牙切齿 刘如烟 你他妈告诉我 儿子今天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柳如烟并没有说话 说话的人是柳如烟的初恋周浩 他得意洋洋的声音传过来 小杨语文成绩不好 小烟在帮他补课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我转告他这话 只觉得他们才是一家人 可是我早就已经不想想那么多了 只觉得浑身疲惫 让柳如烟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一个人强忍住心痛 把儿子的后事给处理好 这期间 柳如烟一直都没有回来 其实我并不期待他会做什么 只不过儿子到死都在期待母爱 我只希望他离开的路上不会失望 看来我这个当爸的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 都没办法满足他了 老公 我饿了 快给我煮碗面回来 一回来 柳如烟摊在沙发上 开始指挥我 不过这也不是他的错 以往的我 像只狗一样 第二章二 都不需要他开口 自然而然就贴上去了 帮他捏脸 捶背 让他舒服一点 我和柳如烟是同一个大学的 他是师范专业 我是隔壁的体育专业 很戏剧化 我对他一见钟情 在知道他和在一起五年的初恋分手之后 我就狂追他 柳如烟一句不想异地恋 我背井离乡 来到了他的城市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周浩所在的城市 毕业之后 没有多久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记得那天 柳如烟红着眼睛 问我愿不愿意娶他 我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 把他抱在怀里 我承诺 一定会给他一个难忘的婚礼 他说自己并不在乎 我只以为他是体恤我 其实他是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现在想想 那段日子好像是周浩结婚的日子 所以他和我在一起 甚至是结婚 都是为了和周浩赌气 我不由地赤笑一声 见我没有说话 他走过来 语气里面带着不耐烦 行了 就这么一点小事 你至于闹得这么难看吗 王之星已经七岁了 这么大的孩子 自己不能回家吗 我又不是老妈子 一天围着他转 他的语气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小事 我看着他满不在乎的脸 真的是替儿子感到不值得 如果不是他 儿子怎么可能会出事 见我盯着他 一句话都不说 他神情变了变 语气好不容易变得温和了点 是不是王之星不开心了 到时候我哄哄他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柳如烟 比我更清楚 儿子有多爱他 真以为这一次 是说说软话就可以过去的吗 儿子再也听不到了 我强忍住眼里的酸涩 注意到他的手上 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 已经不见了 替代的是一枚崭新的戒指 见我的注意力 放在他的手上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 露出一抹慌张 连忙解释 那枚戒指我已经看腻了 想着换换款式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枚戒指 出现在周浩的朋友圈 当时上面的配文是 兜兜转转还是你 我只觉得格外讽刺 嘲讽地笑了笑 我们离婚吧 我将手上的结婚戒指 取下来 放在茶几上 冷静地开口 并不是一时兴起 我思考了很久 这么多年 其实自从周浩回来 我一直都想过这个结果 但是我早就已经把它 当成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 一想到它会 从我生命中离去 我只觉得自己的心 如同被弯了一块难受 我忍了又忍 心里很清楚 它不爱我 可是却一直想把它留在身边 结果却是儿子用命 让我清醒过来 你说什么 柳如烟原本漫不经心的表情 在我说出这句话之后 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再一次重复开口 离婚吧 柳如烟脸色一沉 看着我的目光非常愤怒 语气很冲 当初求着我结婚的人是你 现在要离婚的人是你 你是不是有病 他压根就不相信 我会真的和他离婚 毕竟我在他眼里 可是忍者神规 爱惨了他 第三章三 更何况 这一次就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他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 儿子已经没了的事情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 他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就算告诉他了 也没有什么用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这件事情 儿子一向乖巧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并且我心里很明白 这事情和周浩 还有周扬脱不了关系 我要把证据扔在他面前 不然他一定还会袒护周浩父子俩 转身拿着早就已经收拾好的行柳 毫不留情转身离开 回到酒店 我把自己扔在床上 当初我是真的很爱他 可是我对他的爱 可能随着儿子尸体的灰烬 一块消散了吧 直接把柳如烟的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 一个星期之后 带着儿子的骨灰 我准备去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在路上就被拦住了 柳如烟看着我 神情冷漠 他身边还站着周浩和他儿子周扬 一看到我 他紧皱眉头 我问你 王志兴呢 我冷笑一声 你还想找儿子 只可惜 已经迟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别以为他躲着不上课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赶紧让他给我出来 我皱了皱眉头 眼神凶狠地盯着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冷笑一声 低头看着周扬的目光温柔 再一次抬头看向我 又变得冰冷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儿子居然是这样的人 赶紧让他出来给小扬道歉 我只觉得浑身冰凉 周身疼痛 我以为他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专门来找儿子给他道歉的 可是没想到 这个时候了 他还在污蔑儿子 我只觉得可笑 我真不知道周扬是你的亲生儿子 还是小兴是你的亲生儿子 他一口一个王志兴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儿子是他的仇人 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相信外人的话 却从来没有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的话 你这个当母亲 真是不称职 不管他们想做什么 但是 我不可能让儿子承担平白无故的罪名 柳如烟没有说话 但是神情一变 似是有动容 周扬拉着他的衣袖 声音委屈 刘老师 没事的 王志兴说的对 我就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 他再一次紧紧的盯着我 你赶紧让王志兴出来 给小杨道歉 我自己的儿子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一直以来都乖巧懂事 哪怕是碰到路上的乞丐 都会同情地拿出自己一天的零花钱 他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是柳如烟这个亲生母亲 不仅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还帮着别人来找自己儿子的麻烦 这一刻 我是真的心死了 再也不会对他有一分一毫的心软了 不想和他们浪费时间 我转身抱着骨灰盒就准备离开 周浩扑上来 抓住我的衣领 赶紧让王志兴出来 小杨因为他得了抑郁症 快点让他给我儿子道歉 我看着周浩 声音带着几分沙哑 我马上就会和柳如烟离婚 你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 跟我没有关系 别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 第四章四 别人不知道我儿子是什么性格 我自己很清楚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有本事我们就打官司 我根本不需要调查 我相信儿子 只要我还在这儿 别想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 不想浪费时间 我转身离开 但是周浩拦着我面前 不准我离开 让人出来给我儿子道歉 我紧紧握住拳头 再也忍不住 直接把他打翻在地上 摔倒在他的身上 我的力气极大 一拳一拳地落下去 他的嘴角流血 刘洁走过来 把我往外拉 周浩这会儿得到了助力 也一拳砸在我身上 不过我早就已经在 儿子驱逝的那天 失去了理智 像一只野兽一样 一拳又一拳砸在他身上 柳如烟尖叫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我只感觉自己的胸腔里 充斥满了愤怒和仇恨 我不顾一切地 把周浩推倒在地上 然后把他身上的伤 加重一倍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柳如烟拦在我面前 你打他就先打死我 这会儿 周浩看准了时机 直接给了我一脚 我摔在地上 碰倒了一旁的骨灰盒 里面的骨灰散落一地 柳如烟正巧走过来 一脚踩在骨灰上 语气里面还带着厌恶 大白天的 真不知道你装成这个样子 给谁看周浩嬉笑 抓起地上的骨灰 往空中一洒 哇 好玩 我耳朵仿佛听不到一点声音 不 扬起的骨灰消失在空中 我的挣扎无济于事 我心红着双眼 强忍住眼里的酸涩 转过身来 看着柳如烟 眼神凶狠 你不是要找小心吗 你脚下就是柳如烟 表情一僵 不过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嘲讽 你以为你编出这样一个谎话来骗我 我就会相信吗 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让他赶紧出来和小杨道歉 我冷笑一声 再也忍不住了 走上前去 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语气里面带着隐忍 道歉 小心死了 死在你为别人的孩子补课的那一天 什么 柳如烟的毛子里面 满满的都是不可置信 他没有再说话了 周浩从背后走上前来 把柳如烟挡在身后 我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孩子说谎成性了 原来是有你这样的父亲 怎么可能这么巧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 自己伤害了小杨 这会儿已经躲起来了 果不其然 柳如烟的目光瞬间变得坚定 赶紧让王志兴出来 为了让他逃脱惩罚 你还纵容他 也难怪他现在 已经变成了坏小孩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见他 柳如烟话里话外都是的 对儿子的批评 我痴笑一声 随后再也忍不住 哈哈大笑出来 一直到眼泪从眼角流出 我才终于安静下来 看着对面 忍住胸腔的闷气 紧紧握住拳头 你们都给我滚 赶紧把儿子 刘老师 我肚子好疼 周扬蹲在地上 紧紧捂住自己的肚子 柳如烟的注意力 瞬间被他吸引过去了 第五章五 他连忙跑过去 把周扬抱在怀里 如同抱着珍宝一样 小扬 你没事吧 周扬只不停地说 自己肚子疼 周浩提议 带着孩子一块去医院 看看深圳 柳如烟 柳如烟想都没想 把周扬从地上抱起 离开的时候 他声音沉闷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包庇王之心 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 他抱着周扬和周浩一块离开 看着他们的背影 亲密地宛如一家三口 我没有再说话 只是锤下脑袋 将地上剩下的骨灰装起来 儿子 爸爸对不起你 连你最后给我留下的东西 都保不住 我的眼泪砸在地上 儿子从小听话懂事 下班回到家 他都会扑到我怀里 甜甜地叫我爸爸 以后 我再也听不到了 我的心如刀脚般难受 抱着骨灰盒的手都在颤抖 好像下一秒手上的东西 就会摔在地上 我着手调查儿子的事情 我一定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柳如烟 再一次给我打来的电话 电话响起 他充满厌恶的声音传过来 王志兴怎么还没来上课 知不知道 他快让我在学校 把脸给丢完了 把手机给他 我倒是想看看 究竟是谁 教他养成这个习惯的 我没说话 直接啪的一声 把电话给挂了 儿子都已经死了半个月 半个月没去上课 他身为班主任 现在才注意到事情不对 第一句话 关心的也不是儿子 只在乎的都是自己的脸 我只觉得一阵可笑 他在外面偷情 明明自己有家庭 一天到晚和初恋缴获在一块儿 他哪里还有脸 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寄到周浩的住址 我急匆匆去应了院 托人帮忙调查儿子的事情 听说已经有几分下落了 等我失魂落魄 从外面回来 没想到和柳如烟对上了 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在周浩家里 三个人一块复活 幸福的一家人的生活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他手上拿着很眼熟的东西 是我晚上记得离婚协议书 眼底晦暗不明 却是冷得吓人 你这是决定好了 我掀起眼帘 悠悠地扫了他一眼 你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可是我没想到 他冲上来 死死地抱住我 为什么 我不离婚 我又没做背叛你的事情 我只是帮小杨补课 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的语气急促 带着几分害怕 这副模样 我差点而以为 他是真的舍不得我 默默地把他推开 现在在看到这张 当初深爱的脸 我只觉得恶心 为什么 因为小杨死了 我再也不想将就了 心痛地说出这句话 他脸色煞白 估计以前 他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里 你说什么 把儿子的死亡 消互证明书碰到他面前 我一句话都没说 他缓缓地蹲下身子 把东西捡起来 好半场 他垂下双手 语气里面 满满的都是无力 怎么会这样 现在这幅样子 实在是太装了 仿佛是为了自己 找一个借口一般 第六章六 下一秒 他直接跌倒在地上 失声痛哭 怎么会这样啊 他颤巍巍地伸出手 想让我把他扶起来 我直接一把挥开他 别碰我 我觉得你恶心 你放心 以后我和小星 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 这段日子 我已经搜集了不少证据了 看着手上的照片 我眼眶心红 没想到儿子居然在学校里面 受到了这么多非人的折磨 难怪他一直跟我说 不想去学校 我只以为是小孩子的天性 想留在家里玩 即使这样 他却从来没有告诉我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双手紧紧握成拳 砸在一旁的墙上 周浩 周扬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当天 我就去法院提起申诉 没想到当天晚上 刚回到家 就被柳如烟拦在半路上 他身后还站着周浩和周扬 和那天的颓废不一样 他又变成了往日里 打扮精致漂亮的高冷女教师 他双手还胸 高高在上地看着我 这个事情就这样 你不准再调查了 传单我就当作没有看到 周扬还在旁边起哄 坏孩子 王志兴是坏孩子 他妈妈都讨厌他 你再说一遍 我怒火中烧 抓住他的已经把他提起来 柳如烟连忙扑上来 在我手上抢孩子 他声音尖锐 赶紧把人放开 小扬又没说错 王志兴本来就是咎由自取 你赶紧把人给放开 我再也忍不住 咧嘴露出音效 渣男贱女 你们天生一队 原本柳如烟 发疯一样拍打着我的手 我冷冷地盯着他 你如果再敢对我动手 我不介意打死他 反正现在 我无所畏惧 柳如烟再也不敢动我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 生怕我对周扬动手 扔下周扬 我回了房间 我也想冲动 为儿子讨回公道 可是我很清楚 儿子肯定不希望 我变成这样的爸爸 小时候 柳如烟一直在忙事业 儿子是我妈带着长大的 把他接回来 他心性眼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爸爸 奶奶说你是超人 守护着世界的正义 以后小心夜晚变成这样的人 我只是笑了笑 没想到一个保安队长 居然在他眼里 是如此神圣的职业 守护正义的超人 开庭的那天很快就到了 和我单枪匹马形成对比 周扬他们那边人很多 不过柳如烟并没有出现 心里虽然疑惑 但是并没有提出来 将早就已经整理好的证据 拿出来递给法官 等着法官的审核 一审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我的证据非常有力 中场休息 我刚从法庭出来 就在外面看到了一大堆记者 柳如烟陷在他们中间 一看到我 记者们瞬间就涌上来 直接把我给包围了 柳如烟轻声开口 我是死者王志兴的妈妈 兼班主任 对于他的死 我也很痛心 但是这并不是其父亲 冤枉其他同学的理由 因工作繁忙 王志兴从小到大 养在他奶奶身边 可是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 这个孩子已经亡养歪了 他欺负同学 偷东西 无恶不作第七章七 虽然我也觉得很失望 但是这就是他的真实性格 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 应该承受的结果 他的死是自己就由自取 为国家培养了一个祸害 我很愧疚 现在他死了 也算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没有浪费空气 柳如烟阵阵阵有词 我只觉得头脑发懵 能注意到的 就是他又张又合的嘴巴 还有周浩和周扬 朝着我露出 得意洋洋挑衅的目光 我从来没想过 柳如烟居然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 他甚至觉得 一切都是儿子就由自取 甚至在他去世之后 如此抹黑他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扑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对着他又踢又踹 周围的人很多 把我们给拉开 柳如烟被周浩 从地上扶起来 整理自己的衣服 你生气也没用 孩子本来就是你们 才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应该承担最大的惩罚 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这件事情私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柳如烟慢悠悠 往法院里面走去 我被人牢牢控制着 我嘶吼 挣扎 可是无济于事 周浩趁着混乱 走过来给我一脚 我发疯咬了身旁的人一口 已经顾不上自己了 我只知道 我一定要帮儿子讨回公道 等我从外面进来 浑身狼狈 正好看到柳如烟 在大官面前 不知道说什么 我连忙冲过去 一把把他推开 我有证据证明 我的儿子是被人害死的 不取消柳如烟大喊大叫 你在发什么疯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当亲生母亲的 难道不知道吗 我冷笑 你不配做一个母亲 把手机里面的视频拿出来 直接连上大屏幕 里面是周扬带着一群人 对着儿子拳打脚踢的视频 周扬往儿子身上 吐了一口唾沫 还说柳如烟讨厌他 根本不会在意他这个儿子的 儿子眼神越来越暗淡 哪怕我从来没有 跟他说过这些话 可是他不是傻子 柳如烟到底爱不爱他 他怎么可能感受不出来 但是他还是相信柳如烟的 他摇摇头 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相信 谁都没想到 周扬抓着儿子的手 他直接摔倒在地上 这一幕被急匆匆赶来的 柳如烟看到了 他心疼地把周扬抱在怀里 甚至是低声呵斥 儿子是个乖孩子 儿子不停地为自己辩解 希望柳如烟可以相信他 但是柳如烟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带着周扬离开了 如果他对儿子再关心一点 就可以看出来儿子手腕上 若隐若现的伤痕 可是他并没有 他一心都放在周扬身上 画面一转 是儿子拿着一百分的卷子 兴冲冲地跑到柳如烟的办公室 可是没想到周扬这会儿也在里面 一看到儿子 他崩溃大哭 王志兴 你是不是专门来炫耀 你考了满分柳如烟 手忙脚乱地哄着周扬 甚至还出生冷冷地训斥儿子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儿子 诚心来刺激同学 赶紧道歉 映入眼帘的是柳如烟 冰冷又绝情的脸 看着这张脸 我都不敢想象 儿子当时有多难过 第八章八 他曾经跟我说过 柳如烟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他努力学习 考第一名 柳如烟就会喜欢他 他一直都在努力啊 可是柳如烟从来没有把他的努力放在心里 柳如烟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慌乱 他着急张嘴解释 对不起 我不知道在他心里 儿子一直都是坏孩子 他从来不相信别人会欺负儿子 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他的初恋生的孩子 我实在是想不到 为什么一个做妈妈的 会对自己的儿子如此绝情 或许我当年就已经做错了 在周浩回来的那一天 我就应该和柳如烟离婚 带着儿子离开 这样 儿子是不是还会站在我身边 甜甜地叫我爸爸 擦干净眼角的泪水 我继续摆弄着手机 这天阳光正好 儿子被周扬按在水里 周扬表情恶毒得不像七岁的孩子 我看到儿子不停地挣扎 整个人的心仿佛被紧紧抓在手心里 根本呼吸不上来 这段视频我看了很多次 可是不管再看多少次 心里确实越来越难受 我好恨自己在他受到伤害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去保护他 可是分明浑身湿透了 他还是倔强地站在那里 妈妈喜欢我 他一定会和爸爸在一起的 他脸色苍白 但是语气格外坚定 周扬冷笑一声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刘老师答应你 跟你一块回去 我能让刘老师跟我走 他压根就没有把你当成儿子周扬和儿子打赌 可是就进去了三分钟 柳如烟就跟着周扬一块离开了 儿子缩在角落里面 嘴里一直喃喃自语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妈妈一定还记得我的 可是等啊等 等啊等 天已经黑下来了 柳如烟还是没有回来 他跌跌撞撞 最后体力不支 倒在石头上晕死过去 视频结束 我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柳如烟扑过来抓着我的手 他浑身都在发抖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他忘记了什么 是忘记那天是儿子的生日 还是答应跟他一块回家 我都不想去挣扎了 他从来没有把儿子放在心里 这事到最后 当然是我胜诉了 可是没有用 周扬只是一个孩子 更何况 他并不是把儿子害死的直接凶手 带着儿子的东西 我换了一个城市生活 我不知道的是 我离开之后 柳如烟找我找疯了 一个月之后 我打开门 就看到门口他眼眶通红地看着我 神情复杂 对不起 他一开口眼泪跟着就落在地上 我直接开口打断他 你需要道歉的人不是我 你没有对不起我 他无措地看了我一眼 声音里面带着几分怯懦 你怎么搬家不告诉我 我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 锁上门 转头看着他的目光 没有一点起伏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已经不是告知下落的关系了 看着他的神情 若是换成之前 我估计早就已经心疼 把他搂在怀里了 但是现在 我身心俱疲 早就已经累了 更何况 他这种女人 不值得 第九章九 下一秒 身后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小烟 他找到你很不容易的周浩和周扬站在电梯口 我投给柳如烟一道果真如此的目光 转身就离开了 事情的真相摆在他面前 可是他还和两人纠缠不清 随便他们吧 反正现在这些事情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转身朝着电梯口走去 电梯关上的瞬间 我仿佛听到了柳如烟叫我的声音 半晚加班回来 看到家门口蹲着一团黑影 我心往上提了提 打开手电筒照过去 没想到看到柳如烟躲在角落 他头发乱糟糟的 没有化妆 整个人脸色苍白 这和一向顾及形象 打扮精致的他大相径庭 他居然没有和周浩一块离开 我没有理会他 掏出钥匙打开门 关门的时候 他抵住了大门 我们谈谈最后还是把他放进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理离婚 我早就已经想好了 不想和他继续浪费时间 他张了张嘴 声音嘶哑 我们能不能不离婚 小心 他不希望我们离婚 我吃笑一声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 肯定是希望的 他居然还好意思在我面前替儿子 没想到他突然情绪激动 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我们还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的 我什么都没有和他发生 我还是干净的 我们可以生一个孩子 我再也忍不住 重重的一拳砸在墙上 回不去了 而且我这辈子 只会有小心一个孩子 明天 把婚礼了 我盯着他 柳如烟没有说话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第二天 我收拾好所有的东西 去民政局等着柳如烟 但是他迟迟都没有出现 我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既然法律没办法 让周浩和周扬付出代价 我肯定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一个月后 我去了儿子的墓地 好久没有来看看他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 刚走到墓地 就看到柳如烟跪在儿子墓地面前 他眼眶红红地坐在地上 看到我 他抬起头来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看了儿子的日记 我 我红着眼 看着他这副样子 咆哮出声 这是他当初给我的信 我将带来的信扔到他面前 哪怕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我还是没办法原谅他 儿子到死都把他记在心里 就算是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儿子回不来了 柳如烟看到那封信 嚎啕大哭 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 看着照片里面笑容灿烂的儿子 等我再一次登上自己的账号的时候 我的账号已经被冲破了 周浩居然还敢在我面前来蹦打 尤其是视频里面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是柳如烟在墓地 跪在我面前 我一点表情都没有 再结合柳如烟的动作和神态 我仿佛是在家暴 评论区下面全部都是骂我的人 而且骂得特别难听 可是我却没想到 半个小时后 这一切直接来了 来了一波反转 柳如烟登上了自己的账号 说周浩确实是他的初恋 他一直忘记不了自己的初恋 和我在一起 也是为了报复周浩 但是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离婚协议书也已经签了 评论区直接开骂周浩 在这一波热度下 我直接把自己的证据都放出来 周浩实际上当初骗婚 和富家千金在一块 在富家千金怀孕后 又出轨 外面的女人也怀孕了 富家千金知道后 怀孕也和他离婚了 现在的周扬是私生子 不仅如此 离婚后 周浩还是没有老师 一下子约会多人的事情 也被查出来了 周扬仗着柳如烟的身份 在学校欺负很多的同学 已经有很多家长 证明这一切 父子俩现在已经人人喊打了 等到我再一次知道 他们的消息 周浩脚踩多条船的事情 已经暴露了 其中有一个富婆大姐 让她还钱 数额庞大 她只能一天打三份工 最后累死了 周扬只剩下一个人 被送去了孤儿院 不过也因为 和孩子们相处不好 已经被好几个孤儿院 送走了 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拿着离婚协议书 站在民政局门口 我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我的人生 真正属于我自己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